其实我们的六零策略节目 就在这样一个无人岛上 开始了 这无人岛谁录的我们 被讲到这些了 被讲到这些 我要打破第几道墙 第四道墙 第四道墙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这里没有食物 没有所有东西 没有火 我们如何在这里生存 这个光是 自然光 太阳突然送上去了 没有电 是一个没有电的地方 大家觉得六零做事 是那么愚蠢的样子吗 我们做任何事之前 都会事先做铺垫 我们也争取了我们的物民朋友们 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盲盒 那我们开始吧 来 我问一下 太简单粗暴了 第一个问题 五行之中谁的亲戚最棒 五行之中谁的亲戚最棒 谁的亲戚最棒 金 为什么 因为金箍棒 太棒了 金子它箍棒 来 答对一题 金箍棒 哥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哪种车最喜欢秋天 咱这车喜欢秋天 什么车 皮卡 他为什么选秋天 皮卡 太棒了 他选天 因为皮卡 所以皮卡最选秋天 我不要盲盒了 我不要盲盒了 把盲盒搬回去 那我们先打开一个盲盒吧 我们先拿到的是 十二号盲盒 十二号盲盒 什么呢 是吗 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去闻益 去闻益 我有 哥哥你掂量掂量 你听听 这个好像是灌瓢盆 不是 方便面 哇 太有用了 这个排球 这个排球可能是至今伟大的鲁民迅 他可能就星期五 真的 是的 是的 为啥 鲁民迅吧 我们做任何事之前都会事先做铺垫 好好好 鲁民迅 给你拿来了 行吧 给你吧 我们都是你的星期五 我是星期五 我 拿 拿着吧 我有问题了 在 好的 超级 好的 里面谁行动最迟缓 Super 为什么 因为Superman 又答对了 Superman 你能想到 不会是雪芹 Superman 昨天小明家的称号坏了 这个詹姆斯帮的 对 詹姆斯帮的 好嘞 朋友 可以 我有一个 你来了 来了 雪芹来了 雪芹来了 我这回一定要有答对 请问 冰雪鬼喜欢吃辣的吗 吃辣的 不辣的 为什么 因为不辣的吗 对 啊 好 OK 哥哥 我一个都没答对 那我想到了 来 卡卡卡 西西 那个 崩崩 他们三里面 请问谁没有养龙 龙叔 卡梅龙 对卡梅龙 对啊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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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很不解 说真的 我之前没有听过他任何东西 但我知道很有名 军哥很喜欢 嗯 嗯 我想试图找到他们的节奏 因为每个电台组成都是他的风格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六零他们气场是三个人形成的 不是一个人形成的 啊 请问一下 呃 皮特 詹姆斯 比利 谁是十岁了 今年 比利十 啊 比利十岁了 你的比利十 来 而且不是复权作用 他仿佛是重置一下 三位 三位 形成了一个个体 我还想自己的 我试图找到他们的幽默点 几股 他们好像都 还在他们的思维里面 对 我觉得很有创意 就是用这种 谐音杠 来玩游戏 我学的真挺逗的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了 又来了 好吧 大家有乐起来了 咱们这里边 谁最会种地 这个许哥 许哥 仓储 许仓储 可以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你看 都是报应 你看这个棋 这个棋最后给盲盒给了个赠 这是冰箱贴 可是我们没有冰箱 对 好吧 行 挺好 行 挺好 这是啥呀 这个好 锅 锅 行了 锅了 可以 可以 烧水 卡仕器 还有卡仁如 太好了 这个好 什么 蜂蜜 还有辣椒 这啥呀 打火石 快打火 把这烧了 把这点一下 把这点 这是啥呀 这是生火 那个 那你展示一个吧 展示一个吧 那我们现在 现在 生活 这应该怎么弄呢 我知道了 来 你上面 这个得 缠着 这是我缠着 然后缠着 嗯 然后你看 这个呢 这个呢 你按住 按住 按住 好 嗯 得让它转呢 那你跟强不对 强不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 但就看你们愿不愿意 说 我心中有一团火 哈哈 来吧 这个感觉 你这咋咋的 这打火石呢 打火石呢 好 我们分头研究 哦 哎 这个行 啊 这个行 这都出火性了 哎呦 行行 来过去 来 拿火 火揉 哎呦 马上来了 哥哥 哎 有了 马上就有了 行 快了 快了 这太行了 快了 快了 我 哥哥你累了 我拿了 我拿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再点 快点 快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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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打了 哎呀 哎呀 有希望 多想多想多想 星星之火 来了 哇 哎呀好辛苦呀 可是他们为老开心的 嗯他们应该开心 晚上躺在帐篷里就能看星星 是 哦不行 如果下暴雨怎么办呢 我担心他们晚上的天气 但他们这些去露营的 每个人看着都很不容易死的样子 很不容易死 就是 就是很 生存 对对对 顽强 生存能力非常强的感觉 对 你这找啥呢 锅呀 锅呀 宝在上面一架 马桃面面竹上 谁不多 就先闷我吧 闷面 原来给我想想 对吗 我感觉一直挫着 把辣 这直接插到这儿行了吧 是 不对 你放过来呢 放过来没有地方插那个什么呀 你放过来反而长得一样了 对呀 这儿啊 这儿啊 对啊 哎呦 去了 哎呀 这说明书咋这么不说明啊 记歪了 你那个绳 它肯定在四个杆上啊 完了你下边那个下地底上吧 好 稳都不能再稳了 已经 咱们是不是没有碗筷啊 有 准备了 小心 谁 好 啊 这块子 根本夹不起来 这块子 还 又帘又热 邀请我去荒岛 荒岛很好玩 我就去了 结果去了又啥都没有 差点有身边危险 没有没有没有身边 就是 你懂我意思吗 是个骗局 只能去烤一个地瓜 这么小的地瓜 还有两个报骨 很难烤熟 连手空空的 折罚 确实那样有时候会难以接受 对吧 我以为是来荒岛 休息的 没想到 不是告你的修生吗 有快艇吧 我自己自飞 荒岳寨 我这个桃 哈罗浩 军一关 我现在去了荒岛 他没有床 回去 我 今晚好像只能呆着 这个是 那个龙哥做的筷子 因为没有筷子的 拿树枝 洗的 你看 荒岛确实挺不容易 对 我有点想念淘宝了 哎呦我活的灭了 他如果灭了 我又也会灭了 赶快 脑筋开始转 我要怎么样 让节目更精彩 小心不要炸到你 哇 哦 你看 炸 早晚到薰文业啊 薰文业 再试一下 短暂的火焰之后 是大片的沉默 对 寂静迎来的沉默 如果说燃烧 意味着消耗的话 那火焰退去后的冷却 便是我们要面对的将军 这一团翠绿的嫩绿的 深绿的 玻璃的 但是火马上就灭 因为学生根本搞不定这火 我搞得定 这个男人在跟火的对抗中 掰下这来 男人与火 男人怕火 你曾经火过我知道 但不要前求 徐志胜 对吧 徐志胜根本控制不了火 因为徐志胜 不火 不要把现实说出来 哥哥 你准备求求吧 修一下我们六零呀 我们根本就没有火过 有的只是虚空的流量 转瞬即逝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火的烧不开 是风的无情 还是柴的哭泣 你看哎呦我的妈呀 我当然是觉得失败了 因为我觉得 首先六五零一定要是多数出 但是 荒野求生的话 他可能更多的是在动作上面 然后动手上面 我觉得这可能会见最大限度的 限制了六五零们的才能 因为他们讲话是最精彩的 要想办法让他们嘴皮子动起来 那么任克老师今天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呢我本来以为是荒岛嘛 充满了各种 对荒岛充满了各种想象 但是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 我以为生虎啊 或者搭帐篷啊这种东西 对吧 一个闲子 就很快的 搞一个箱子就有 蒙代祺吧 对 结果我们光是搞那个 什么 那个外 外帐 外帐都搞了 半个小时 对 那么作为六零的主心骨 李悦勤觉得这一次六零的首次败勤 觉得我们六零如何评价 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对 主要是教训 后面就不要搞这些了 那大家对六零的期待来说叫好笑嘛 耿多嘛 那些耿不太多 然后大家都忙于生存 可能对于六零的这个节目形式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尝试 但对于我本人那天我很快乐 我们撤了 我想搁这住 住着呗 没事 挺好的 我想住这 我都搭了 只要说雪芹想住 那哥哥绝对找人陪你住 行 快得是哥哥 龙哥你要走了 你要留这了 龙哥你走 没事 我这个人就很纠结 行 我陪你纠结 你做好决定 这样吧 龙哥 嗯 我知道你现在床 你的床已经到了 嗯 你给我八个小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八个小时之后再来找你 哈哈哈哈 啊这样吧 龙哥真的 你走吧 那我跟他走了 你走吧 你们两个都走吧 行 走了 拜拜 哥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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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回去 有空去我树洞里面坐一下 来 咱们留下来 来 走哥哥 没想到最后竟是我俩 前前而退 咱们坐火堆了前来吧 嗯 好好 来 谢谢 来 干杯 干杯吧 我们三个人 哎呀 慌疑 这火 这会儿得闹 我现在突然想在这里 度一个月了 又不是你了 又不是刚才的你了 我既去之则安之 虽然我动了 折返的念头 但是后来我跟雪晴在后面拿工具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 你留下我就留下 我都可以 我奉陪到你 今晚以你们同工退 就是一种承诺嘛 就是 因为我是哪怕签了工具合同 我都会认这个 我都会认识 张哥你刚来的时候会有不适感吗 我觉得还好 那就行 因为我那天不是主持那个比赛吗 我那天不是主持那个比赛吗 我很多都是之前的提 我觉得快难受 那没 对我来说我很敏感的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想法 其实包括我觉得龙哥其实也是 是 其实赛胜哥我觉得也 大家也都 我们多少都有这种责任感 也都有这种责任感 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 我才稍微松弛一点 以前我是一个特紧的人 就啥事想干好 其实重大改变就是 就我去年 我刚好在深圳 其实我知道我那个姥姥 不太行 因为我俩挺心疼我 挺疼我的 说我可能我在工作回不来了 就其实到之前 他们都没跟我说这个事 他怕耽误我 那天我回去给他守夜 就是要送他去火化的那天 是我过生日 就很巧 就很巧 然后那天 然后我就很魔幻 然后就 就是包括所有的那些大人们 就前一秒大家还在谈笑风声 对 我就想说这个 对吧 就是哭 哭完之后 马上投入到几罗蜜谷的料理后事中 对 就是一点都不耽误 就这事 就很魔幻 然后呢 前面也敲锣打鼓 哎呦 我这个事真的 我特别一直想跟人聊这个事 对 你说难受吧 我跟着他们我也挖挖哭 对吧 就是你也哭 也哭 你难不难受 也难受 也难受 但是你现在 但我某种程度上觉得 我觉得他们解脱了 对 就是人的这个情感 他有时候还真不是说难过 对 对 和一个事 就因为我去年经历了 先后经历了我奶奶的走 和我姥姥的走 所以我 我非常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那种感受 因为我姥姥走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了 因为她太痛苦了 如果再插管 这管不拔 她又一直痛苦 就她插管 她什么也做不了 她什么也做不了 也很痛苦 痛苦也表达不出来 对 她也没有意识了 其实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人 做一个决定 这就是我妈做这句话 我妈说拔吧 然后一拔管很快就走了 我们是眼睁睁看着她的心率 从正常到六十五十 然后都变成零的 我们是眼睁睁看着这个过程的 我知道这个更难受 对 然后你就发现 就是大家在痛哭之后 我妈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冷静的 张罗后视的人 很前当 对 很奇妙 我当时觉得 哇 因为我们守在那个病房里 所有人都在哭 我知道大家在哭什么 第一她注定要走 第二没有人敢做这个决定 明白 所以我当时我看那个什么电影 我看那个 你们看过的海边的曼特斯特 当然 我看过 对啊 就是那个很真实 就她得知她爸死了之后 她没什么反应 对 回去之后该干啥干啥 突然有点看一只动机 崩溃了 对 就是这样 对 对 我看这个很真实 我们去到一个 平时根本不会去到的地方 很原始 很宁静 它是一个逃离人群的时刻 然后我们面前有一团火 火里面有一些玉米啊 土豆啊什么的 好吃的 这玉米 可以 熟的 焖熟的 嗯 好吃 而且很甜 嗯 真的好吃 你要吃到这种程度 让它没熟 你就吃点过分了啊 只有在桃花屋才能有这样的食物 我跟你讲 只要有这决心 谁天 啥呀 嘿嘿嘿嘿 你这个吧 哥 商哥 你这个决心意味太大了 你这个 刚刚刚举起那根十米长的竹竿的时候 说咱们就烧汤 咱劈开啊 并且是直接少不劈开 太荒唐了 你别说我这不好劈 哈哈 哈哈 算了 决心 决心我也吼不住了 决心吼不住了 你这个决心 哈哈哈哈 太大了 我笑死了 桃花屋一个有魅力的地方在于 你无法预测你会跟谁 在哪里有一个那样的时刻 所以昨天是我们仨 我觉得很美好 我现在开始很欣赏张星成 你才开始想的 我打算把屋长一直吃给他 是 你别整我 我真的 张哥确实厉害 我觉得张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你们别 我跟你讲 你们是想什么 你怎么叫 碰杀 对 碰杀 张哥真的很厉害 什么都会 太魅力了 我谢谢你 哈哈哈哈 真心的 你连谢我也补课 你要谢我就等到说补课 非常好 习惯吗 张哥 喜欢 真的 还好我没走 很纯粹 在这种地方 嗯 这种时刻一般是我最喜欢逃亡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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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